来中线有个男子工作遭到减薪心心情不好借酒烧愁 那么喝醉了还不断的大声咆哮自打嘴巴 酒醒之后他竟然诬赖说是警察对他动粗的 不过还好警方的是随时佩戴有口袋型的迷你录影机 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还给警察一个公道 三更半夜酒醉男子在铁路平交道前发酒疯 口中念念有词还不断打自己耳光 男子胡言乱语还不时口出慧言情绪十分激动 但不论远景怎么劝他就是不听 远景看了也傻眼拿他没辙 双方僵持了好久男子终于酒醒 原来工作遭减薪心心情欲足借酒交愁 后来就有蒙打自己耳光发泄 清醒后双颊又红又肿还一度以为是远景动粗 他是指引说他嘴巴有在痛有红肿这样子 我们就放录影带给他看这样子 他当时有赖你们打他吗 他是没有赖我们打他 只是他是说我怎么会嘴巴在痛这样子 幸好远景当时随身携带口袋型的录影机 将男子酒醉大闹的过程整个拍下还原真相 我们就把过程录起来 然后等他如果有意义 他指引他身上如果有受伤 至于说我们有打他或者是有其他的不法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录影带放给他看 画面会说话 男子自打耳光的举动证明是自己造成的还原景清白 只过喝醉酒的丑态全都露 实在很难看 中天新闻黄梦珍叶佳文台中采访报导 网顶